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会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莫赖的碎莲系列 我们会看到我们讲了它的甘草堆系列 然后讲了鲁王大教堂系列 下面我们看看它的碎莲系列 而且碎莲系列可能基本上是莫赖最有名的一个系列 然后它的商业价值 它引申出来的商业价值实在是非常的泛滥 现在有众多的笔记本 围巾 然后很多的商品 然后包括服装等等 都在采用莫赖的图案 碎莲系列的图案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莫赖其实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遭遇了他人生应该来说 对画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好 我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对一个画家来说 对他来说最大的打击是什么 因为画家是要画画 对不对 我以前在课堂上问到同学的时候 有的同学说是他的手出现了问题 我说还不完全是 实际上是他的眼睛出现了问题 而且这个眼睛出现问题 实际上可能跟莫赖在他早年的时候 因为他太追逐于光线 太追逐于这个光线和色彩的变化 所以他经常在很大太阳之下作画 所以这样也就导致了 他可能在长时间这种烈焰之下作画的 对他的眼睛其实是有灼伤的 所以后来晚年的时候 莫赖他的眼睛就越来越不行 最后实际上就是白肋脏 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说 白肋脏已经不算是一个很 就是没有办法去治愈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当时还是比较难的 是比较难 所以莫赖的视力后来变得很差 然后插到他只能够看到一个很模糊的影像 就是基本上物体的具体的形态 以及颜色他都无法辨认 只能看到出很模糊的影像 结果因为莫赖是职业画家 职业画家有什么呢 因为他的调色盘上放的那几个颜色 那一格一格 那一格放什么颜色 他画了一辈子 他已经习惯了 他已经知道 比方说第一个是红色 第二个是黄色 第三个可能是绿色 他完全记住了这个位置 所以最后他凭着记忆在画画 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物体的 本身的颜色和形状 当然对于印象派画家来说 形状本身就不重要 好所以这样就导致了 莫赖晚年的岁年画得非常大胆 所以包括我们在这一幅画作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极大极强烈的笔触 非常粗犷的笔触 而且甚至有时候会出现 非常抽象的画面 好比方我们看这一幅 一看这一幅的时候 你如果说仔细去看细节 你觉得就简直就是几个颜料 就完全就是涂上去 我稍微涂抹了一下 没有太多的那种形象 具象的这样一种描绘方式 所以对莫赖来说呢 虽然是对于画家来说 最大的一个灾难 就是眼睛的问题 但是呢最后呢又创造出 他另一种在碎莲当中一个 极为辉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说其实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些 有类似命运的这样的一些 艺术家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贝多芬 我们说贝多芬是不是也对他 对音乐家来说有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什么 就是他的耳聋对不对 他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可是呢却没有影响贝多芬这个音乐家 去进行一些伟大的这种音乐创作 所以莫赖也是这样 他没有因此而停下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脚步 好所以我们在莫赖的画作上 我们会看到他越来越大胆的使用色彩 然后颜色就直接在画面上就是稍微涂抹一下 就铺到了画面之上 所以这样的画面我们看去是不是特别像调色盘呢 真的是很像调色盘的画面 好我们多欣赏几幅 然后莫赖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很多印象派画家呢 因为年轻的时候是不太受当时的社会的接受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过的是比较贫穷和比较困苦的生活 但是呢大概到晚年就是四五岁以后的印象派画家 就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接受 所以他们呢就获得了很多很大巨大的财富 在人生的中老年时期啊 还是这个就变得比较富有 然后这个时候呢莫赖呢就买下了一个小庄园 然后那个庄园里面呢就有一个池塘 他就把这个池塘呢改造以后种满了税帘 但是莫赖画税帘呢和其他人画税帘不一样 比方我们看刚才那一幅雨包括这两幅 我们会看到这个税帘是满铺的 我们过去看到的风景画 通常那个画面上是不是有 比方说画那个如果是地面和天空呢 就是地平线对不对 就有个地面和天空的衔接 然后我们前面可能讲到过的有林荫道 赫兵满的林荫道 好然后刚才前面我们会看到的前面讲 19世纪法国说我们讲到科罗的孟特方丹的回忆 然后比方说那个画面是有湖面 那么就有水天遗色 你就是你在那个画面它是有空间分割的 它一定有空间分割 这是过去的这个欧洲的这样的一些风景画的 这样一个传统画法 可是莫赖完全不管这样的一些传统 然后他就画铺满了画面的水帘 整个画面就铺满了整个水面就铺满了一个一整个画布 所以这样的一个构图的这样一种方法呢 在这在它之前没有人敢这样画 所以这个构图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构图 好我们看这一幅画作里面 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色彩包括一些形状 你觉得有没有那个火焰燃烧的感觉 有没有你觉得在这个画面上有一种很激起很向上 然后包括这种五颜六色的这个颜色往上喷发的感觉 很有意思 可是在现实的这样一个税年的真实的实际的场景当中 其实我们很难感受到这种意境 所以说这样的印象派的画作呢 更接近于我们东方的所谓一种意境的描绘 而且甚至有时候是一种残意的这样一种表达 好我们再来看几幅作品 这一幅 同样是满幅 蓝色的湖水非常漂亮 蓝色的湖水 然后前几年呢 我看到有大量的商品呢 都采用了莫赖的这样的一些 包括睡莲啊等等这样一些很漂亮的风景的图案 其实国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围巾啊 当然我们这里不做广告 我们就不提这个品牌名字 然后他就买下了莫赖的有一些画作的那个版权 然后呢把它的这样一个图案呢印在湿巾上面 印在围巾上面 然后这样的湿巾呢 其实是在服装里面是很好搭配 为什么 因为七彩的这个色谱里的颜色全部都有 赤尘黄绿青篮子 你要什么色都可以去搭配 所以它是比较容易去和衣服服装进行搭配的 这样一种颜色 好过去呢 还有同学呢 会跟我聊到 说他们认识莫赖都是从笔记本封面开始的 然后他们读书的时候 有买过很多笔记本封面都是用的莫赖的碎莲 除了莫赖的碎莲用的比较多 另外一个用的比较多就是梵高的作品 为什么会用的多 是因为它色彩漂亮 它的色彩漂亮 而且这么漂亮的色彩的这样的一些图案 当它做笔记本 当你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一拿到这个笔记本 给你一个好心情 对吧 心情就会比较愉悦 好我们再看这一幅 你看每一幅都有一个不同的色调的 这样一个主题 好我们这里看到呢 同样是有蓝色的湖水 可是跟前面的蓝不一样 这是一个蓝紫色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倒影 树叶呀等等 所以使得这个画面呢 你看上去虽然杂乱 可是里面呢又表现了一个很美的 这样一个自然植物的这样一个 还有花朵的这样一个景色 好 好这一幅 好这里面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蓝 两种不同的蓝 这个偏深一点 这个蓝色宝贺度更高一点 然后这边一个偏紫一点的 淡一点的这样一个颜色 好即使是同一种颜色 即使是同一种蓝 同一种绿 同一种红 在莫赖的笔下都非常非常丰富 好我们看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 是我在芝加哥美术馆的时候 所拍摄到的一幅作品 然后这一幅作品呢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很 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观赏到它 然后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呢 就是画面的局部 所以呢我当时呢 也专门拍了一下这个局部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画面的细节 这是我当时用相机拍摄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还有下一张 下一张呢可能感觉更像调色盘 对吧 更像调色盘 然后刚才这两张呢就被我做了 用来作为印象拍美术的 刚才我们讲的讲课的封面 画面片封面 真的就像调色盘一样的 而且当时我在拍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 你会看到它那个色彩的堆积 然后颜色的那种 这个很示意的涂抹 然后这种涂抹你会觉得 很轻松很自在 很自在 所以这样的画作呢 给你的这样一种 它其实是很在 极抽象之中 表达的那种意境和感觉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 就是看印象拍的画作啊 我们不能距离太近 他有没有发现 然后我记得以前我在讲 这个印象拍 特别是莫赖的作品的时候 包括印象日出那些作品 有很多同学都说 他拥有同学是坐在 第一排的教室 然后我们的幻灯 屏幕又比较大 然后呢做第一排的同学呢 他就会觉得 他说后来在论文当中写到 他说等他想写莫赖的时候 再把莫赖的PPT 在电脑上再打开看的时候 哇 感觉又不一样 因为他当时在课堂上 坐得太近了 因为距离太近了以后呢 他感受到了只是色块 感受到只是那个震撼 可是当他距离退远一点点 看到整个画面的全貌的时候 甚至包括要眯着眼睛 一点点来看 然后感觉又不一样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以前我们课上 还有一个深刻院的一个同学 很有意思 他当时在讨论的时候 他提到莫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他说哎呀 他说对于莫赖的作品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眼睛呢 有一点色弱 有一点色弱 所以当他来看莫赖的作品的时候呢 本身就形就模糊不清 所以说呢那个就有点像他在检查 那个色盲症的时候 那个小本本上面是马赖克一样的 那个颜色的色块的那种辨识 对他来说就有点难 就有点难 好 好 好 再看这一副也是 这一副呢 蓝紫色 同样是蓝紫色的 然后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边缘 他其实都没有铺满 你真的感觉像很快速度捕捉下来的 然后这样的画作绝对不会是像安格尔那种 安安静静的坐在画室 然后一点点的描摹的 一点笔触都没有那种光洁细腻皮肤的 这样的一些画作 完全不同的风格 这一幅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这一幅特别有现代风格 这一幅如果做围巾真的绝了 好 这一幅作品呢 我们看极为抽象 完全是一幅抽象写意 而且所以我看到这一幅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取了一个 水面的倒影当中的一小片 因为是倒影 然后加上可能还有风吹过 所以那个水波光淋淋水面 所以所有的景物都变得抽象 所有的景物都不会清晰 然后只是一些色块在波动 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 我当时一看太棒了 这种抽象的这种色块 其实作为服装 或者作为围巾的装饰 是绝好的 我们看这些 看这几幅 都是非常类似的 这样的一些 很抽象 然后很快速的 或者说是很大笔粗的 这样一种描绘出来的水面系列 这些作品呢 可能我们真的是要静静的 好好的去欣赏它 和观赏它 这一幅我觉得特别有东方韵味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圆形构图 对吧 圆形构图其实在西方的 这个油画作品不是太多 然后它这个 其实有一点 包括它的颜色的这种漂亮 颜色的漂亮 其实有一点这种东方的 这种蚕蜜的 这样一个画作的感觉 好 非常的美 真的非常的美 有人说 莫赖在画画的时候 是用了光谱当中 所有的颜色 就所有的颜色呢 都被它用到了 都被它用到了 好 这一幅 这一幅 好 这里呢 我尽可能的 多的给大家展示几幅 关于莫赖的碎莲 好 这一幅也很棒 粉蓝色 完全是粉蓝色的画面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在莫赖的画面里 每一幅的蓝 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都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一幅的蓝 这幅是不是有点像 夜晚啊 或者是傍晚 然后阳光不是太明媚 不是太亮 光线已经有点 暗下来的时候的 而且睡联有一个特点 睡联它是越晚的时候 越暗的时候 它开得越 越盛开 越盛开啊 睡联有这样一个特点 好 所以一种幽蓝色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啊 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看几幅 摄影作品 这典型式一幅摄影作品 然后这个摄影作品呢 出自于一个我非常好的 一个朋友之手 然后呢 它有一段时间呢 对于拍睡联非常的着迷 然后就拍了他们家附近 就是小区附近啊 那个水塘里的睡联 然后拍得很美很美 然后呢 用就是它 我给大家多展示几幅 多展示几幅 像这一幅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它拍出了 这个睡联的这种淡紫色 淡粉的这样一个颜色 好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这些非常棒的 这样的一些优秀的 这个摄影作品里面 睡联的摄影作品 我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它的颜色 你可以感受到多少 然后再和莫奈的睡联相比 好 你看这一幅 这一幅我特别喜欢 包括上面这个露水呀 水器呀等等啊 它的颜色 其实在摄影作品里面 这些已经算是表现得 比较丰富的 这样一个色彩了 当然可是呢 如果你再去看莫奈的睡联 你虽然觉得莫奈的睡联 不是那么真实和写实 可是莫奈的睡联呢 它的色彩绝对也是 摄影作品达不到的 但是我可以说 这个摄影作品和莫奈的作品 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意境 都给人以非常美的享受 好 这个我也很喜欢 这一幅 然后我们会看到 包括倒影 然后花朵 倒影 然后还有它的 然后背景的湖面 等等这样的一些 好 好 这一幅也很有意思 这幅也很有意思 好 通过摄影作品 和莫奈画作的 睡联的对比 我相信不同的美呢 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 不同的美 然后我们再来看 莫奈的这幅睡联 这个满幅尺寸 我真的太喜欢了 然后包括画面 所呈现的激励效果 以及色彩的表达 太美了 太美了 好 后来呢 为了因为莫奈的睡联 尺寸都很大 而且有一些巨幅尺寸的 后来呢 为了专门 为了展示莫奈的睡联 结果在法国 然后专门做了一个 叫做菊原美术馆 然后把菊原美术馆的墙 做成了弧形 大家看到 明显的是弧形 也就是为了能够 更好地展示 这个睡联的这样一个 360度的效果 然后这个效果 实际上我觉得有一点像 我们早年所新的那种 比方说那种 环球荧幕的那种感觉 你是坐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会觉得 哇 有一种被睡联包围 然后你就在这个水的世界 在睡联的世界里面 有这样一种视觉效果 所以说是专门为了展示睡联 然后所做的这样的一个 关于菊原美术馆 好 这也是 菊原美术馆 好 所以以后呢 有机会的同学 如果说去到巴黎 真的可以去菊原美术馆 去观赏一下 就亲眼看一看 去感受一下 莫赖所带给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感动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呢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花了三节课的时间 介绍莫赖 从日出印象 然后到甘草堆系列 然后再到鲁王大教堂系列 然后再到莫赖 再到碎莲系列 我们会看到莫赖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作品 然后我相信我们通过 他的这一系列作品的建设 我们所受到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震撼 实际上已经带给我们的 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好 今天课呢我们就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